中風以後就雖然被救回來 可是他做了20年的輪椅就往生了 那我們想說現在的醫學 為什麼不能讓他在第一時間 能夠就做起來站起來 就自己幫助自己呢 行醫30多年 林行榮遇見太多來不及的案例 也開始對現階段醫療產生質疑 為什麼腦瘤的病人一直往生呢 為什麼中風的病人站不起來呢 為什麼巴金森的病人 能不能走得更好一點 所以都是挑戰 不斷接受挑戰 似乎成了林行榮的座右銘 選擇艱難的神經外科當專業 從胚胎移植幹細胞治療巴金森患者 到開發出惡性腦瘤的標靶新藥 擁有40多項國際發明專利 讓與他相識十多年的前教育部長 黃榮村相當佩服 他一直主張就是說要救腦 救心 救生命 他認為人的生命是無價的 不過我最最最感到印象深刻的 還是那三個特性好像都在他身上展現 就是慈悲心 而且有組織動員的能力 而且他有創新的精神 周末午後新書發表 潘山過嶺 不只是在後山發生的醫病故事 各是一位醫者一輩子在醫學領域上鑽研 如何越過萬重山的奇蹟 大家喜歡周晴 葉宜玲 台北報導 最高一朗 essential